那停回怎麼觀察啊 眾院的軍事委員會主導了 這一場台海軍事熱戰的兵推 那當然喔 兵推目前為止是閉門兵推 但是幾個重要的關鍵人物 第一時間就接受了媒體的專訪 特別是加拉格 他一再的強調 只要台海發生軍事熱戰 那就是全球的市場的災難 而且全球市場一定會崩潰 崩潰之後 就算美軍最後贏得了軍事熱戰 事實上代價也會非常的嚴重跟慘烈 對我要先講一下 他們兵推所找的合作對象是SINAS 剛剛市長有報告過 那SINAS在兩年前 其實我也跟他們合作過 進行過兵推 所以兩年前的時候有東沙兵推 去年的時候其實他們也搞了一個兵推 其實我說今年 他們在國會當中所呈現出來的兵推內容 其實就是去年這一個智庫 在自己的內部來講的話 進行一個兵推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他內部來講 這個兵推事實上就扮演著藍軍紅軍 一樣的概念 時間點也是在2027年 那2027年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當習近平要求台灣的政府 跟他進行統一的時候 台灣政府不願意的情況之下 於是他突然間就採用武力的方式 要來統一台灣 也就是在2027年武統台灣的這個時間點 所以整個在國會當中呢 其實呈現出來跟他智庫內部的 這個兵推的這個狀況是差不多一樣的 只不過不太一樣的地方是說 這一次是由國會議員來扮演藍軍的角色 對 那這個智庫裡面的成員呢 大部分會去扮演紅軍的角色 當然還有一個所謂的這個控制組啦 他們本身來講 那個智庫擔任控制組 那在智庫當中來講的話 你看這是紅隊的 那有藍隊的 還有這個所謂的智庫的成員 那最後的一個結果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像加拉格爾 他其實都有提到一點喔 就是說台海的戰士會跟俄烏的戰士 完全是不一樣 那俄烏來講的話 他們可以從陸地上去進行運補 比如說波蘭從東歐國家運補到烏克蘭 但是在台海到最後來講的話 事實上是沒辦法的 那其實在國會當中 他其實是有兩個小時的兵推 他扮演的角色兵推的這個時程呢 大概是將近一個星期 這一個星期當中呢 要讓國會議員能夠去做一個事情 叫做臨時馬上做決策 而他國會議員能夠扮演什麼角色 而這個角色不是只有軍事 包含外交 包含企業界 包含很多的像經濟 或者是任何的這個層面呢 全部都要處理到 那這短短的幾個小時呢 其實我看到了幾張照片 是內部的一些照片啦 每一個眾議員的臉色非常凝重 非常非常凝重 那非常凝重的情況呢 代表說其實不是那麼樂觀 那你再想想看 他最後一個結論來講的話 他說沒辦法像俄乌戰爭 這樣子運捕烏克蘭 那代表說台海戰事的 海上的運捕是困難的 那海上運捕是困難的話 那接下來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國會要處理的事情了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講說兵推的最終目的 就是要找出問題 然後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一個智庫 他其實是親民主黨的 他其實是拜登 他們御用的智庫 因為這個是一手希拉蕊 他們一手帶大的 那很多的這個智庫的成員 未來都到拜登政府裡面去 包含這個羅森貝爾克 曾經也在這個智庫擔任過 所以這個智庫 他所呈現出來是一個 民主黨的思維模式嗎 那共和黨的這個主席 共和黨的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然後大部分的來參加 這樣的當然他也是 拜帕地審 兩邊的政黨都有 所以可切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是兩黨的共識 那這個加拉格爾 他有提到這樣的一個東西 未來要怎麼處理呢 我相信未來的處理方法 就是不要再談什麼運補 不運補了 直接武裝台灣 讓台灣這邊有很多的 相關的後勤補給的能量 還有美軍的相關的能量 直接就進駐在台灣 這樣就沒有所謂的 運補的問題了嘛 因為你讓台灣足夠強大 讓台灣足夠有充分的 相關的資源 中共他要動手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跟想法 基本上就 他一直強調 就是嚇阻 那這樣子的話才能夠嚇阻中國的入侵 以至於2027年 這個事情不會發生 好所以加拉格爾特別強調 他們擔心運補的過程當中 長程飛彈可能會不夠或者短缺 那不夠或短缺是有解決方案的 第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增加台灣內部 本來就部署的長程飛彈 那包含了這幾天曝光了 我們熊家族系列 就是熊蜂啊熊山啊熊竹啊 這個是一連串扶植我們的飛彈 然後緊接著這幾天曝光的是 布文伯說呢 我們可能軍購拿到400枚的魚叉飛彈 然後緊接著呢 包含了日本快速的採購戰斧巡翼飛彈 我真的本來是軍事白痴 我現在都搞得清楚 不同飛彈短中長程有不一樣 那事實上第一島鏈就變成飛彈島鏈 就說首先有美軍的飛彈 再來有台灣自己也可以加減自製一些飛彈 事實上中科院曝光的新聞就是說 雄準打很準啊二十發百發百中啊 然後呢日本人直接花錢買戰斧巡翼飛彈 所以呢布建在東北亞 那你往東南亞不用囉嗦嘛 老美直接加碼在關島跟菲律賓的軍事基地嘛 等於第一島鏈變成飛彈島鏈嘛 那這所有的一切的部件 就是習近平如果要攤牌 就是跟整個第一島鏈所有的門班一起攤牌嘛 對這個演習來講的話 我們講說去年這個演習其實就是提到這一點的 他這裡有一張圖其實是從北到南 日本澳洲 他本身來講在這個角色上面的一個情況 也就是說除了軍港軍機開放之外 另外剛剛有提到就是飛彈 那臺灣來講的話 當然有足夠的量 還有足夠的這個 但是問題是中國也是萬箭齊發 他萬船齊發 他不可能只有 大概只有他現在三百多艘的這個海軍軍艦出來而已 他還有大量的海上民兵 還有很多其他的 這樣的不斷的在這幾年當中會造舰 所以臺灣的飛彈也不夠用 美國飛彈也不夠用 怎麼辦 日本韓國澳洲 大家一起來 所以他現在來講 而且他開放讓臺灣自治了嘛 所以事實上包含我們的剛剛講的熊家族系列 就是什麼熊峰熊山熊準的系列 我們也加碼的增程的這個增加量產嘛 就是說他是一連串的可以自己到位的就自己到位 蒙幫可以佈建的就佈建 然後呢 另外一個開放臺灣的這個某種程度 以前跨不了的紅線喔 很有可能就是下個月的軍火承包商 可能加碼在臺灣生產製造相關的軍工武器 對就是下個月月初的時候有25家的軍火商會到臺灣來 來談這個合作 讓臺灣生產線 他不是賣武器給臺灣而已 他是把生產線放在臺灣 對 讓臺灣能夠足量的去生產這樣的武器 這樣就可以解決這個所謂運輔上的一個困難喔 那另外就是日本戰斧飛彈喔 大家想像戰斧飛彈是什麼 就是阿湯哥那部電影當中了 去炸那個機場跑道 那個就是戰斧飛彈了 我閱讀到資料是長程長達一千多公里 可以直接射到所有大北京範圍 習近平可能要跑到西藏喔 才能離開戰斧軍域飛彈 跑到西藏或新疆 這個地方 其實那個地方還是可以打得到的喔 因為其實美國還是相關武器可以打得到 就是說另外一種概念 就是說這種飛彈也是另外的層次 不是只有Defense的概念而已 他還是有所謂的攻擊性的一個概念 所以現在來講 日本方面捆龍所打開 現在岸田文雄他就要發展所謂源頭打擊 那源頭打擊這個 美國也把韓國的捆龍所打開 他讓他可以發展一千公里的這個飛彈 也就是代表什麼意思 所有的中程導彈飛彈 基本上在整個東亞地區 美國都已經打開了 包括台灣也可以發展這種東西 那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針對中國啦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你單靠一個美國 美國我剛才曾經講過 他是打群架 他不可能跟你打一對一的在戰爭 那既然打群架的話 大家全部都武裝起來的話 就可以嚇阻中國在這個台海發生戰事 好我們稍後回來